今天我来为大家继续讲解风骚律师第三季第七集 上集我们讲到吉米虽然保出了律师执照 但要停业一年 现在吉米要做的就是在停业期间赚钱养活律所 还有就是将之前电视台的九支广告全部卖掉 老丁头没有了运送毒品的渠道 就盯上了那乔的父亲 但这是那乔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这让那乔有了除掉老丁头的想法 吉米本在大乔下捡垃圾的工作 吉米没捡多久就有咨询广告的电话打了过来 吉米只好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捡着垃圾 接完电话后 吉米又给保险公司打去电话了 吉米在两个月前买了一年的职业过失保险 但现在吉米被停业一年 也就意味着用不到这个保险了 吉米想和对方谈谈退款的问题 对方一听到是要退款 没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很快捡垃圾的工作结束了 吉米捡的垃圾比别人都多 却被管事的只记了30分钟 这让吉米很不理解 自己明明干了4个小时 管事的告诉吉米 在此期间一直在打电话 所以自己只能给吉米记30分钟 吉米应该将这个当成监狱工作 在监狱里不能打电话 吉米本想拉着身后的工人们 对此提出反抗 但看身后其他人的表情就知道 他们对这个不公的制度早已习以为常 吉米看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默认 吉米做完社区工作后 赶快来到自己的小黄车后面 急急忙忙的换了一套衣服后开车离开 赶去给自己的客户拍广告 当第一只广告拍完后 吉米想让客户将剩下的六只广告全部买了 现在就可以一次性拍摄 不管吉米说的多么的天花乱坠 但客户目前只有拍摄一只广告的钱 如果可以赦账 客户可以考虑考虑 吉米只好就此作罢 视频拍摄完后 吉米就将钱分给了摄影三人组 晚上要交这个月的房租等支出了 看似只有1500多元 吉米将自己的老板全部凑上才有这么多 这让金看得很是心疼 金知道吉米要面子 不好提出自己多出一点 只能鼓励着吉米让他更有信心 这天阿突刚刚从外面回家 就发现纳乔坐在家里 这一幕将阿突吓得不轻 纳乔这次找到阿突 是想和他做笔交易 纳乔将老定头的药拿了出来 想让阿突弄一些这种药的胶囊 虽然阿突工作的地方不生产这种胶囊 不过阿突可以以科研为由弄一些 纳乔向阿突承诺 只要他能弄到这个胶囊 就给他2万元作为报酬 这样阿突很是心动 记得上集老麦答应儿媳去翻修操场 老麦只好拿出自己藏起来的钱 买了各种设备 一个人来到操场上翻修着 其他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来了几名志愿者想帮老麦 老麦只好给几人安排着工作 老麦翻修完操场来接班时 发现阿突在不远处等着自己 老麦上前询问阿突找自己有什么事 阿突有了上次的教训后 这次的事 阿突想要重新雇佣老麦做自己的助手 老麦自从打劫了老听头的货车后 现在并不缺钱 根本不想接阿突的工作 阿突告诉老麦 那桥悄无声息地闯进了自己的家中 他想让自己给他找一种胶囊 为此他还给了自己很多的钱 远远超过物品的本身 老麦瞬间就猜到 那桥可能想要除掉老听头 但老麦答应过扎吉叔 不要老听头的性命 就让阿突找理由将其推掉 这天金来到了梅萨维德银行 见到了佩奇 佩奇一路上嘲笑着查克 还说金和吉米让查克掉进了坑里 你们这下是完全毁了他 查克竟还在听证会上大喊 我不是疯子 很是可笑 佩奇越说金的心理就越发的过意不去 这都是自己和吉米让查克变成的这样 是两人将查克逼疯的 两人来到办公室看合同时 佩奇发现 犹他州的贷款额度要提高96% 佩奇觉得这个数字很离谱 怀疑金是不是标错了 想要再查一查 因为之前查克的事情 金瞬间没有控制住情绪 将当地的规定直接扔在了佩奇的面前 让佩奇可以查一查到底是多少 但说完后 金意识到刚刚自己说错了话 赶快向佩奇道歉 佩奇早已被金的能力征服 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天吉米做完社区工作后 急急忙忙地与摄影三人组会合 准备开车去客户那里 所有人上车后 吉米的车怎么样都打不着 这让吉米非常的暴躁 但也只能带着所有人聚集公交 吉米来到一家乐器店内 当店主看到吉米和简陋的摄影三人组 就改变了主意 这一看就像是草台班子 根本不专业 而且吉米的广告时段在下午 是一些老年人才会看电视的时间 店主怕自己的钱出了 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吉米赶快解释 也有一些老年人 会给自己的孙子孙女买乐器 当做礼物的 就算吉米打五折 两人也不太想拍 吉米只好提出免费拍这条广告 当达到想要的目的后 我们再按照初始价格 再拍其他广告 说白了就是免费试用 试用的好了再出钱 吉米的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店主也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的了 广告拍完后 吉米要给三人支付他们当天的工资 吉米给三人支付完工资后 连坐车回家的钱都已经没有了 化妆师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给吉米一些坐公交车的钱 但要面子的吉米拒绝了他的好意 这天老麦和儿媳又来到了社区的互助分享会 来到这里老麦得知 一个女人也失去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生前的制服 一直勾起着自己对丈夫的回忆 老麦以为她的丈夫和自己的儿子一样 都是死于警局之间的内斗 就在休息时上前询问 女人告诉老麦 自己的丈夫是名海军 自己失去她的时候 她已经退役 自己的丈夫喜欢野营 八年前她去爬山 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找到了她的车 但没有找到她的人 到现在为止 自己都还不知道她的死因 到底是滑下山坡 还是心脏病发 又或是遇到了什么不顺眼的恶人 这让老麦想起了 被老丁头杀掉的那个司机和无辜的路人 她的丈夫估计也是遇到了 此类的事情被灭口了 老麦的愧疚涌上心头 决定除掉老丁头 老麦出来就给阿图打去了电话 告诉她自己决定加入 吉米回到律所 发现金闷闷不乐地在一旁坐着 就带着金来到了酒吧 吉米在酒吧又看到了一个 比较有钱且嚣张的人 吉米计划着该如何拿下她 吉米打算将一张不值钱的信用卡 以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她 金要去和她有眼神接触 这样她就以为金对她有感觉 然后吉米假装喝醉 她就会以为吉米是个窝囊废 想要将金抢走 金告诉她自己不能离开吉米 自己打算趁着吉米喝醉 偷走吉米的钱包 她到时候肯定会想加入 而且会不断地灌吉米酒 然后金拿走吉米的钱包 将卡偷走 金此时并没有心情 还在为查克的事情感到内疚 吉米赶快劝说金 是查克把我们逼到绝路 我们只能这么做 查克的事情现在结束了 他不应该占据你的思想 但金还是有些不安 晚上纳桥开车来到了交易的地点 纳桥看到老麦还是吃惊 不知道老麦怎么也来了 老麦告诉纳桥 自己知道她的计划 这个胶囊是给老丁头准备的 老麦询问纳桥 打算如何将药换掉 纳桥告诉老麦 老丁头一般将药放在外套口袋里 他将外套挂起来的时候 自己就趁机将药换掉 这样就可以了 老麦询问纳桥 很多人都对老丁头虎视眈眈 你这么做了后 如何让别人不会发现是你看的 纳桥此时也没有别的办法 老丁头想让纳桥的老爸帮忙运毒 老爸是个很正直的人 他知道后肯定是要去报警的 那么父亲就死定了 自己不能让事情变成这样 老麦告诉纳桥 如果你被抓了 事情会变得更加棘手 老麦询完后 就打开了纳桥的油箱盖 确保里面没有被安装追踪器和窃听器 老麦告诉纳桥 如果你成功换药 还没有被爆头 就在成功后赶快将药换回来 如果有人察觉药片不起作用了 就会检查药片 纳桥知道老麦出事 小心谨慎 不会有什么差错 并没有怀疑老麦所说的 吉米来到保险公司 打算退掉自己买的过失保险 吉米告诉客服 自己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 自己想将这段时间的保险费 全部退掉 客服告诉吉米 这笔交了的钱是不能退的 吉米想要将保险费搁置也不行 客服告诉吉米 因为吉米被停职 明年续保的话 保费都会有所上涨 经过计算 吉米的保费将会上涨150% 吉米听到这个很是难过 随后就在客服面前哭了起来 自己做社区工作 就已经筋疲力尽 车也坏在路上 女朋友对自己很是失望 我的哥哥生病了 还孤苦伶仃 我照顾他那么多年 他还和自己反目成仇 他是自己在世上 唯一的亲人 他却恨我 但他毕竟是我的哥哥 我怎么能不在乎 他得了精神病 将自己关在一间 没有电的房子里 靠汽油灯 度过一个一个的夜晚 替委托人打官司时 屡屡犯错 最终他在听证会上 彻底精神崩溃 吉米说得声泪俱下 这不做演员 真的是可惜了 客服听到吉米的故事 很是同情 随手就将查克的名字 记在了纸上 估计明年查克的保费 也会上涨很多 随后吉米得意洋洋地 走出了保险公司 风骚律师第三季 第七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吉米不做律师后 拍广告屡屡受挫 最后连坐公交车的钱 都没有了 吉米之后可以翻身吗 还是会继续 明天这么混下去 纳乔想要毒杀老丁头 老麦本不想参与这件事 但老丁头的行为 让老麦很是生气 老麦决定加入纳乔的计划 纳乔这次会得手吗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分享 风骚律师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